主公 军师有急信从襄阳城送到 船离开吧 我们去南阳郡 我们不是去江夏军或者张领郡吗 怎么又去南阳郡了 刘表虽然答应接纳我们 可荆州东部就是圆树的地盘 眼下圆树就是秋后的蚂蚱 蹦到不了几天了 刘表定是怕我们到时趁机抢了地盘不给他呗 可是张秀一只都存住在南阳郡 如果我们前去的话 会不会跟他起冲突 曾经有位智者说过 混乱是阶梯 起冲突怕什么 兵来降党就是了 而且贾许也在那 本剑正好想要把他招揽过来 这个贾许都市知名在外 将军真要招揽于他的话 只怕也会惹得天下英雄费意 届时恐怕对将军的名声有损了 哎 文元你想多了 本剑现如今的名声还不如他呢 踏个锤子啊 先生 刘表让吕布来南阳郡 到底是何打算 难不成 他是想要借吕布之手彻底吞并我们 将军勿扰 吕布逃出下批后 手下兵力不过三千人左右 凭这么点实力 他还没有资格跟我军互相争斗 多过 刘表让吕布来南阳郡 确实也有敲打将军的心思 哦 先生此话怎讲 将军毕竟有过率军投降的经历 所以刘表不可能完全放心我们 而吕布此人刘表也是信不过的 让吕布率军前来南阳郡无非就是想要我们双方互相撤走 再就是想要让他协助我军对付曹操罢了 嗯 刘表倒是好算计 不过 吕布真的会这么听话吗 荆州八郡 有七郡之地都被刘表掌握在手中 所以吕布此番前来南阳郡 要么就是安安心心给刘表当狗 要么就是起兵反叛最终被杀 除此之外 别无他路 其实在贾许看来 吕布并非是真的毫无机会 只是张秀顶多也就是一方诸侯的架势 根本没有什么人主之资 贾许已经打定主意劝说他再次投降曹操了 所以这个时候再说太多 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吕布这边经过连续数日的长途跋涉 终于跟陈公在星野会合了 穿越过来就差点丢了命 现在总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主公 星野毕竟只是小县 所以城墙地矮破损 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我军穷困至此 能有个容身之地就很不错了 攻抬此番能够说服刘表接纳我军 已是大功一见了 走 咱们入城再说 主公 尤表除了答应让我们囤住星野之外 还将朝阳县和玉阳县两地交给我军惯礼 但有一点 尤表虽然允许我们在整个南阳郡京内扩招兵马 却不许我军总兵里超过一万人 再次将大军扩充超过一万人的话 他就会联合张朽光打我军 无妨 他担心我们兵力过盛会对襄阳造成危险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主公既然能够看透这一点 属下也就放心了 看来经过徐州大败之后 主公终于还是懂得隐忍了 西野朝阳岳阳都是小县 只怕这三县的贤良税赋不足以支撑一半军事的消耗 而且这里无论是家还是百姓 对于我军都没有什么认同感 就算是咱们主动招募 恐怕也很难招募到许多人手 钱粮倒是好办 咱们还有很多金银主宝 大不了去找刘表买粮食就是了 但是募兵这件事 还是需要找个世家大族协助我军才行啊 主公 你可曾听说过西野邓家 西野邓家 公台是说云台二十八将排行第一的那位 太傅高密侯邓宇的后人吗 不错 属下从襄阳听说 邓家家主邓童有一举家迁王属中 如果主公能够说服邓童给我军效力的话 这对于我们在西野县招募新兵 想必是大有助力 邓家是南阳郡旺族 邓童这时候为何要举家迁移呢 邓家受到邓蒙女的牵连 差一点就遭受灭顶之灾 现在的邓家已经经不起一点风浪了 西野紧离玉州前线 邓童担心曹操再次南下之时 西野等地会成为战场 所以想要去往更加安定的蜀中地区发展 呃 公台的意思是 我们想办法用钱粮去解好邓家 然后再请邓童协助招募新兵 邓家现在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只要我们主动是好 邓童多半会顺水推舟打印下来 既如此 这件事就交给公台去办吧 另外 以我的名义写一幅拜帖给张秀送去 十日之后 萧夫和我一起去晚城见见他 主公要亲自前去晚城 是不是有些太冒险了 无妨 我会让人再给张灵俊太守宽月 送去书信一封 请他跟我们一同前去 我现在可是刘表手下的炕曹急先锋 只要宽月跟在身边 张秀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动手的 再就是本件眼尘假许不是一天两天了 也想要趁机把他从张秀手底下挖过来 贾许这等人物 如果他自己不愿意倾心效命的话 那可不是能轻易降起折服的 是在人为吗 贾许此人代母至孝 而且对于妻儿同样十分疼爱 他投奔张秀时 一众家眷都留在北地太守段威复中 我们可以略施小计 把其家眷截来吸引 这计划是不是太过于简单粗暴了 要不我们还是再好好合计合计吧 对付贾许这种智谋高深之辈 计划越复杂 破绽就越多 假如我们抓了他的家眷之后 他还是不肯合作呢 这种人如果不能我们所用 那就想办法 做掉他 三日之后 已经近乎山穷水尽的星野邓家 在成功的反复沟通之后 终于还是愿意投靠了 早听说邓公封神俊郎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 将军莫赞了 既然已经成自己人了 本将也就有话直说了 荆州是家和百姓 对于本将实在观感一般 所以这招募新兵的事情 一直没能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不知继承有何良策 属下有两个建议 其一就是以星野朝阳 玉阳县三地的空缺官职 去和那些地方豪族做交易 只要他们愿意送人前来 投军就能当官 至于其二嘛 那些地方豪族见钱眼开 我们多宋经营以会知即可 属下愿意从中斡旋 不过以长久来看 未必就是什么良策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眼前的问题 却必须要尽快解决 公台以为继承的两个法子 是否可行 继承这两个法子虽然简单 却也是用 属下赞成 既如此 这件事就交给继承去办了 报 将军 张阳之子张顾带人前来投奔 张阳之子 快快让他进来 等等 我亲自去接他 对于别人来说 张阳顶多就是汉末一个小人物吧 可对于吕布而言 他却是前宿主唯一的铁哥们 下批城败局已定时 唯有张阳带兵前去救援吕布 只可惜最终死在了自己麾下大将手中 小侄张顾拜见伯父 快快起来 到了这里 就是到家了 贤侄是从哪里赶来的 家父身死之后 侄儿本想返回并州老家 可是冀州是袁绍的地盘 根本不能带兵通过 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带人先来南阳郡骑身 前几天听到伯父下批突围成功 正要带兵前来心也囤住 所以就马不停蹄直接赶来了 伯人受苦了 你放心 这输的仇 我们早晚要报 校父 你先带伯人手下的将士马安顿下来 既然你来了 先带我去看看杰儿吧 他娘没能从下批出来 这段时间一直跟我闹情绪呢 侄儿遵命 刚子前世就是个单身狗 哪曾想一穿过来老婆不但挂了 还有个大闺女跟自己闹情绪 这段时间着实是搞得她头疼不已 启儿 优优独播剧场 נadas 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